今年暑假,娱乐圈四大三小的流量担当,并没有撑起暑期的收视重镇,反倒是一直活跃在二线的邓轮、罗云西、白羽、朱一龙等人凭借报款局,收获了大量人气,成为挡之无愧的人气担当, 尤其是近年来发展湿头颇为迅猛的邓轮,凭借完美的人设和出色的演技一时之间风投无二,本居腾讯人气榜的No.1逐渐向一线小生成长,邓轮1992出生于河北石家庄,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90后,2012年凭借与杨子合作的花飞花物飞物进入演艺圈,邓轮一直将自己定位得非常清楚, 首先要做一个好演员,无论角色大小,都用心诠释自己饰演的每个角色,一直积蓄力量的邓轮终于等来了他的实验年, 今年,邓轮凭借诸诗剧《一千零一夜》中的霸道总裁白海,一脚和仙侠剧相密沉沉浸如霜,中的旭凤一脚,将自己的事业挥向了又一个高潮,此外还未播出的战情大地,海棠惊与烟织斗以及刚刚杀青的我的真朋友要且备受瞩目,发展可谓是风生水起,事业本事顺风顺水,人气爆棚的邓轮近日却在网上被潮,原来是邓轮的全球后援会, 集资九万对邓轮的新戏发起应援活动,但只见现场照片,桌子上摆放着一桌子烧饼,这让不少网友嘲笑,这烧饼怕是金子做的,随后,后援会表示因古镇外来车辆无法进入,才选择了当地特产,并表示会公开账目明细和礼物报告,之后邓轮也表示发本感谢,虽说进行了及时的解释,不少不满账的粉丝与网友还是开私后援会,邓轮更是无辜背锅, 真真是人在拍戏中,过从天上来,娱乐圈明星的后援观众,这也不是第一个闹出幺蛾子的,还是需要用心监管,负责,否则最后被过的还是一人,真心爱护爱道的粉丝也要变明是非。